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为吸引火力的标靶简直不可思议过家家 事件被台媒报道后 引来又一波批评有人 直接讽刺童子军扎营 台军在演习阵地设置白色沙包 图片来源台湾联合报台国防部1月9日表示 此次联合反登陆将在17日举行据台湾联合报道 虽然此次演习强调贴近实战 但有岛内网友发现 台军在台中翻子撩阵地 放弃传统重炮射击的炮阵地 轻兵器与裤炮射击阵地在一片枯黄的地面上 旁边还堆起白色沙包 报道员以网友批评 此举破坏隐蔽 且现场标靶设置 与守军阵地距离不到100米 连臂壁枪都打击了 以切近实战标准而言 简直不可思议网友批评那个沙包规定用白色沙袋 且都一定要对固定样式无人机升空俯视超明显部队还好 一堆肯定招来敌军火力集火射击 海机炮阵地也很大从空中俯视 就像一个碉堡根本告诉敌军来打这里 台军白色沙包被认为暴露目标图片来源 台湾联合报 虽然台陆军司令部已经旧事件回应称 网友在现场看到的是过程 而沙包完成追滞后 就会陆续进行伪装 与当地特征结合 不过相关事件 易经报道 仍引起岛内网友吐槽 有人怀疑 这是在混 真打起来 肯定管还有人说 演习是同演戏 只要看戏的长官高兴就好 还有人灰心称这不过就等死 随便堂堂堂堂堂堂 更有人吐槽 这是童子军扎营的场面 真的不必要为蔡英文台独牺牲宝贵性命 好好做堂堂正正的中华儿女 来日方场网 不过也有人认为 演习应该标示清楚 以防炮火勿设 但立刻有人反驳 演习就是要真的来才对吧 就此次演习真实性的问题 台国防部1月9日介绍此次演习方式时 提几仗怎么打部队就怎么练 提升部队整体训练时效 不过联合报称有网友表示 此次演习强调贴近实战 阵地设置上根本没有贴近实战台军 只是换一个比较大的场地作秀 而且现在解放军训练都贴近实战台军 却还在玩过家假针对台军的各种动作 大陆方面已经进行过反复表态 在去年12月27日的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上 国防部新闻局局长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笑 针对台防务部门提及大陆实战能力进步飞速 以使英勋称 他同意这一说法 但是我补充一下 因为我看到报道 中说台防务部门还表示 这种动向值的警惕 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 以武剧统只有死路一条